Hello各位小朋友 我是马同学 盼望着盼望着 上周末乘风破浪的姐姐 就这么敲墨压的播了 虽说宣发没有 热搜停了 但是微博豆瓣 哪只朋友圈 哪哪都在漏 咱知道啊 这个节目算是爆了 那要说到 第一个出圈的是谁呢 谁啊 是坐在评委区的杜华 What 节目就播了一起 Kiki Do 就能够做到 让节目组画清界限 让姐姐们 隔空点名对高 让粉丝开通代骂业务 那今天的腿腾音题 我们就聊一聊 转圈第一次 倒被全网第一次 杜华到底做了啥 只要你这两年呢 真情实感的追过选秀 不管是男团女团 不管是中国韩国 你都肯定骂过 知道杜华 旗下的艺人 不需要多介绍了 毕竟我们还专门出过节目 总的来说 站了近两年娱乐圈的 年轻一代的半壁江山 所以杜华人送胎头 内鱼三巨头之一 这次乘风破浪的姐姐 算是她真正意义上 从幕后跨到台前 这一跨 给自己跨翻车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杜华的精彩表现 节目组请了一座 职业经理人 想着能够给 没做过女团的姐姐们 一点指导性的建议 其中就有杜华一个 那杜华对这个事的 态度是啥呢 是虽然我来了 但我压根不相信 你们能够搞出一个团来 当时他们有这个创意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有点疯 我是三十多岁的女的 然后做个女团 我不知道这个节目 怎么去做 就算你们搞出来团 也不是我心中逆团的样子 女团的话 它就是应该是整齐画一的 漂亮美丽的 青春亮丽的 我自己肯定是想做一个 这样的团 张嘴闭嘴都能够自在 满满一太平洋的冷水 劈头盖脸的叫下来 我就不敢小心哦 就你把这样一帮人 组合起来做一个团 我觉得好难好难好难 你给我闭嘴 等到打分环节 杜华女士的操作就更看不懂 不会 不会吧 标准是 就个人特质 成团潜力 声乐表现力 舞台表现力 对姐姐们的初舞台打分 杜华一个人负责成团潜力 和个人特质两项分数 总计50分 接着我们就看见 同样钢琴弹唱的黄胜衣 袁永林和张涵韵 杜华给了钢琴难度更高 唱功更好的袁永林 打了40 给声线长相更甜美 更适合女团的张涵韵39 给裙子最大的黄胜衣 打了47 再纵观杜华的整个打分榜 唱得越好 排名越后 许飞到第十 朱景熙到第六 叮当一个高音 直接给自己标垫底了 叮当他是一个很好的歌手 但就是唱得太好了 你就会显得别人太差了 所以放在团里面的话 反而是不和谐的 再说一遍 迷惑的不光是打分的 还有杜华的担当建议 不管你是会唱 唱得好 弹得也好 谢谢 那就请给出成团建议 Dance 会跳的 我建议的话 你要不就在Dance组 不会唱的还没跳过的 你练过舞蹈吗 没有功底 我给你建议是选Dance 通通发配到Dance组 一期节目播完 姐姐们气得 在节目里别有深意Dance 就是还会挺有压力的 就是到了这个年纪 还要去跟大家一起比较 还要被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人 去评守我自己 在节目外直输胸义的Dance 其实不难看出来 这个当中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杜华太信奉自己的那套 练习生的培养方式 确实杜华 真80后成功创业女企业家 早年一句要像卖白菜一样卖音乐 就让投资方掏了一千万 09年寒流刚冒头 就开始培养练习生 没少花大价钱 初代的男团UNIKE 那是YG帮忙培养的 初代女团宇宙少女 搭了新船一半便车 赶上不试线寒令 就是寒流市场宝和 梅丽族之地 终于在18年 凭借着偶像选秀的东风 月华的艺人实力好 颜值高 一叉接一叉的被看见了 一聊到自己的练习生培养机制 杜华总是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月华的练习生的话 他几乎是一两千个人一年 才会出现两个三个 那被选成月华的练习生以后 他认识了 大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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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月考却不过 他都会有可能就被淘汰不掉 哎呀 明确地表示了 自己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我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 完全可以 都这么成功了 为啥还被粉丝第一次呢 问题不在出道前 是在出道后 你说月华要做音乐 赶上献含令的UNIQ 宁可全员没唱歌 也绝不成立小分队 为了不想两团并行 就能一己之力 差点拆了俩内域一代献兵团 NIPERSON出道一年半 合体55天 跟额对刚道创造营系列 直接就不让你来了 至于最初的唱跳组合和团魂 出道三年的月华妻子 团体专辑 只有三首团体歌 有成员愿意自己写歌发歌呢 零选发 除了粉丝没人知道的那种 之后等待月华月人的是什么呢 是数不尽的综艺代言流量剧 能变现的价值被封好变现 但你要说月华要做流量 做明星 那对于偶像最重要的口碑 和粉丝运营 月华反而没那么care 不管是绯闻还是争议 任何粉丝想要讨说法的 爱的公司上千条 都等不来一个回应 你说公司不care这个部分 回粉丝微信的时候 倒是很急 那你要说公司的 全发培养流量的功夫 都下在哪了 倒是培养更多信任 上偶像选秀 能给你整出 一加二加五的战术策略 就一个导师 加两个出道的话 或已经曝光的联系生 再加五个未出道会 或者未出过光的联系生 上普通节目 能逼着自家艺人同场 来我们现在补录开始 哇小姐姐你刚刚跳得真太美了 不培养代表作 不维护艺人口碑 用最快的速度榨干上一茬 好赶快培养下一茬 万般贴下频 唯一有转钱高 毕竟培养练习生 可是要花费大价钱的 那日华在培养艺人的时候 就需要三到四年 把头的钱 全能收回到任天的世界 聊到这儿我们发现了 杜华在粉丝圈被递死 是花了大价钱 培养出了一批 拿得出手的偶像之后 压根没想过 有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内鱼被递死 是他还试图把这一套 并非完全成功的成功学 贯彻到行业的各个角落 我特别喜欢的你的音乐属性 但是我未必觉得 把你放在团里面的话 合适 只是杜华所谓的成功学 都是复制别人的成功学 跟着别人干就完了 适不适配当下的 中国娱乐圈环境呢 他没有细琢磨过 适不适合 已经在行业有所建树 思想相当成熟的姐姐们呢 他也没仔细琢磨过 当然了 也许啊 他压根就不想琢磨 不知道这样自恋的杜华 什么时候能够从 伟大的自我感动中醒过来 你耽误得起 姐姐们和偶像们耽误不起啊 优优独播剧场上